旺华区的乡土环境 蒙甲的开发 张黎文主讲 这个单元的上集 我们介绍了蒙甲发展的开垦旗 也谈到新盛旗的蒙甲三大码头 和三大庙门 下集将接着谈新盛旗的社会福利措施和教育机构 再进入衰落旗的轴线翻转的契机 你听过一辅二路三蒙甲 一户里落沙帮嘎的说法吗 蒙甲商人组成交行和大陆沿海各地贸易 蒙甲成为台湾北部的政治、军事和商业的中心 到了道光咸丰年间 商业到达鼎盛 于是有了一辅二路三蒙甲的美称 蒙甲成为亲领时代台湾最主要的三个城市 交商 清代从事贸易的商号联合成立了同业工会 叫做交或交行 而参与工会的商号就叫做交商 清代蒙甲聚集了许多交商 蒙甲交行依贸易地点不同 区分为全交、北交 交商通常在港口市街 开设店铺和仓库 规模大的拥有船只出海贸易 称为船投行、尊投行 像波皮疗的永新亭 就是有名的船投行 由于商业发达 于是出现了许多社会福利措施和教育机构 像1867年成立义昌 1870年成立育婴堂 1873年成立了同仁堂 1843年成立学海书院 同仁堂是由蒙甲交商合力创立的铸葬机构 专门帮忙穷人或单身汉处理过世后的安葬工作 现在的西原路和桂林路口 是清代的义昌的位置 义昌是平日储存粮食 作为栽荒时取出来食用的仓库 1867年蒙甲设立义昌 育婴堂专门收养器婴孤儿或贫苦人家的小孩 西原1870年的石碑 记载淡水同之陈培贵 连同富商募建育婴堂的事迹 这块石碑 见证了蒙甲早期慈善事业的发展 经广州街仁济医院 是清代御婴堂的位置 书院是由公家或私人所设立的学校 除了读书写字 也重视学生的自修 所以师生都要住在书院里 书院的建筑通常第一进是门厅 第二进讲堂 就是学生上课的地方 第三进大厅 侍奉先贤或文昌帝君 老师和学生就住在两旁的乡房 经广州街和环河南路的高市大宗祠 就是清代设立的学海书院 随着移民越来越多 发生了泄斗冲突 所谓的顶下交拼 先来的三亿人 竟将南安惠安移民 组成顶交 而晚来的同安人 因为与厦门交易为主 因此称下交或写着下面的下 双方因为商业利益一直有着零星的冲突 终于在1853年爆发了大规模的泄斗 这次的泄斗中 双方各自有产业的牺牲 付出极大的代价 打书仗的同安人 不得不带着侠海城隍爷 从蒙甲迁徙到数公里远的大稻城 俗话说 就是一句代表双方结仇难解的谚语 由于发生严重瘟疫 加上淡水河淹淺又爆发多次移民之间的泄斗冲突 加上当时的居民保守排外 于是蒙甲逐渐被淡水河沿岸的另外一个新兴的聚落 大稻城所取代 进入日治时代 日治时代日本人将蒙甲改成万华 同时实施市区改正 拓宽马路 改建街屋 也带来新式的初等教育 综合本单元的重点 蒙甲早期因淡水河水运发达 成为台湾北部重要的政经中心 后来由于都市的发展与建设 着重新市区的开发 蒙甲和台北市其他新兴的发展地区相比 相对没落而显得老旧杂乱 近年台北市政府推动轴线翻转 希望用活化古迹的方式 促进台北市西区的商业发展契机 并透过都市更新的手段来翻转蒙甲 蒙甲的未来有待政府和民间 持续关注与努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